阿黑是永久的事情 我小是短时间的 我可以变大变小 为了证明我自己是粉红色的 现在就烟祸 因为某一阵子 某一个公园还蛮流行 很多人在那边打炮的 蛤 什么公园很好奇 可以告诉我 所以你们是全裸 还是就是只是把重要 半裸 我半裸 我可以老实说我试过 蛤 几批几批 就是他的老公 就专门请一些单身的男子 去跟他的老婆做爱 然后在旁边看 他在旁边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加拉拔 我是Ash 我是Kate 只要话题够辣够呛 只要你敢问敢答 我们就从外太空聊到内子宫 哇 你这样哇 今天很有气氛 你这样哇我都觉得很有气氛 建议祝大家 圣诞节快乐 圣诞节快乐 耶 有气氛是有气氛 今天话题也是很兴奋 所以我先讲 如果你还没有18岁的话 请自己跳出去 今天的话题真的是 像我们的slogan这样 真的是可以聊到内子宫里面去 我只聊到内子宫 我们还可以聊到 等下会有一些轻声示范 好的 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好有请我们第一位男嘉宾 主持人演员DJ EWDIE Eddie 我是Eddie Hello 接下来第二位女嘉宾 是我们的玉女歌手 小薇薇 我不是那个玉啊 姓玉的玉啊 我其实真的一直在怀疑 你们请对嘉宾上来吗 请对啦 我是同行来的 竟然要我聊 东西那个是杀子年线啊 我们要帮你 缓断这个路线 不过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趁这个时候 也教育一下 我们的小孩 下一代 我大概看了就是 他们今天问我们的题目 你确定是 教育小孩的局面吗 哈哈哈哈 其实还在想啦 你们除了请一个同行 前同行上来 其实我在之前的那些节目 我是生人感的嘛 是吗 很好 那我很好奇 你有性幻想对象吗 已经有实体了 为什么我还要新幻想 我们现在有些时候 你们关键 还是会有的 他怕他老公看到 你知道吗 没有我老公已经ok了 我们在其他的节目就讲了 如果音音让我想的话 当然有啦 of course 但是现在水 我很好奇了 所以 哇 又很吵了 我还没有喝 就开始了 刚刚其实我们有聊了啦 其实有也是耶 可是我跟你们说 你们懂房间有穿弯 其实 是同志吗 是吗 我也不要乱讲话 你们懂为什么 有跟 离婚吗 因为他后来才发现 不是 真的吗 你会被我了解 今天我们是聊自己的 还是聊别人的 在马来西亚念说的韩国朋友 因为他们的家族 在韩国是属于蛮庞大的一个家族 他有一个很好的女双朋友 是韩国的网红 跟 是很好的姐妹 然后那时候 跟 离婚的时候 下桥也是我跟他最close的时候 讲的这个媒体是真正媒体有报过吗 这个真正媒体没有报过的 然后他们为什么会离婚 其实是 提出离婚的 原因就是 跟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性关系 然后 过后才得知原来 是 曾志 曾经就是有被 呃 逮到 他去韩国的同志夜店 对对对 我没有看过你 这样你就要来我的 看今晚 哈哈 你们好奇心幻想对象的 因为像我本身 我看到这个题目 我在想说 我有心幻想对象吗 因为通常我自己本身 如果我在 做爱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已经有对象了 那如果是自己在自慰的时候 一定是看porn了 的吗 欸你不用看我 一定是看porn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 对啊 我不是每个人都看的 我会开instagram 他开instagram 我可以在那边看我自己 哦 我的天啊 太爽了 太爽了 看他自己 欸我 我觉得可能女生 不会看嘛 那男生应该都会看porn吧 那怎么可能 会来心幻想对象 其实会啦 所以这是男女分别咯 我也是觉得 我都有实体了 要的时候就直接来嘛 为什么还要幻想 除非另外一半 真的满足不到你 所以刚才我就很担心 你的另外一半 那我蛮好奇 你看的instagram 是谁的名字啊 他自己的啊 他自己的啊 他刚才讲了 他很自恋的 哈哈哈哈 我是有这样变态 是不是也太靠近了 他你刚才 该不是这么说 他还需要看instagram 照自己就好了 自己看自己 我很想要知道 就是男的女的 我 他就是看了自己的啊 当然是女的啊 他刚才讲了看了自己 应该是看女的 看女的 其实你也是觉得我是 你从来没有看过男的 还是没有怀疑过 我有怀疑过自己 我之前有试过看男的 我看看男的 还是不行啊 因为我有一阵子 喜欢唱一个男生吗 没有不是因为 我觉得那东西是会可以 因为当你自我怀疑的时候 才会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他懂 为什么会怀疑 没有因为有一阵子 我有点无法展现男性 哦就是不举 也不算啦 可是自己的时候又可以 那时候就开始紧张 我开始认识 没有我觉得应该 他是有一段时候 是对女生 没有什么兴趣的 可能我专注在别的东西上 所以他就会忍生 我觉得不是 有那阵子闻到 然后我尝试去看男的 希望可以找回 结果还是没有 你年纪这么轻 你不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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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很年轻啊 好年轻哦 很年轻就不许了人家 没有 因为我也是很多 同性 同性的朋友 他们对我也很好 不过他们常常会开那种玩笑 你试试看啊 你试试看 就是一试不能没他的意思 对对对 OK 来我们现在抽问题 OK 我们开小微微的先 另一半很想要 但是自己不想要的时候 会不会拒绝 当然拒绝啦 我是肯定拒绝啦 你自己都没有想要了啦 未必是 对 而且真的是好像在跟 跟死于 牧人 对 就变成工具人这样 第二个问题 有没有被拒绝过 被拒绝时候的心情 被拒绝后 会不会自己去解决 这个应该男生吧 我觉得女生的控制率很高 通常女生有求都必应啊 因为我觉得 对对对对 我觉得因为女生 加上我们有工作 有些时候真的是很累 所以当我们要的时候 应该都会on啦 对 男生比较容易了解 我也是有拒绝过人家的 我有时候也是很累 你是男生啊 对啊 你是拒绝男生而已吧 我拒绝女生 你先问我 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啦 因为他25岁就这样了嘛 可能那段时间我是比较累 对 可是我真的很好奇 我刚想问题我真的很好奇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真的很想要 可是他又要你触碰跟抚摸他 你们会的嘛 看我的累的程度 ok 看我累的程度 其实我真的很想要买飞机 对啊 他就是懒了 你知道很累 你要事业跟家庭坚固 其实是有一个难度 如果要求要问你这样 反正你不要的话 那我可以去外面付钱那种 其实我真的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的 如果他真的需要的话 他跟你讲我真的只是要解决而已 我没有要 就是没有爱只有幸 因为你今天不能 不可以啦 因为我们也是谈过 你不要 很难啊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真的很矛盾 但是我自己又累我 不过目前还去不到这个 所以出去 你就不要让自己这么累啦 我一定要追逐我的梦想啊 就好像来上你们的节目这样子啊 不然我们先放你回去休息 你呢你会满足吗 我真是曾经会拒绝耶 有心无力 有心无力 我有试过就是他可能就是真的很想要 你会feel到的吗 他可能在抱着你的时候 开始抚摸你 你就开始懂了 可是你当下因为真的太累 你懂男生我们太累了哦 太累了 不是说你摸我们就会有反应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懂啊我懂啊 所以不要每次把我讲成好像 所以当我们恋到我一种程度 有些时候真的觉得很不想 很想睡觉 而且会秒睡的那种 我试过我的另一半 换那个性感睡衣 也不得了 他换好我已经睡着了 他刚刚这样子拖到一半 诶 睡着了 算了 然后自己拖 很夸张欸 我有试过 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到家 因为家就有两个人嘛 他可能到家 可能他可能也未必有穿东西啊 或者穿性感的东西 你就大概sense到啊 他准备了 他准备着 可是有些时候你就觉得真的不能 我真的有曾经跟他说 今天真的比较累 不如看明天早上可不可以这样子 早上应该也ok吧 因为我觉得早上前的那一刻 那种男生早上起来是很ok的 但是你会不会变身 我跟你讲 我那个背平时是平的 早上起来变脏痕 顶多早上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用嘴巴去讲话先 用下半身讲话 用下半身讲话咯 呦 你们很厉害啊 就这样啦 什么啊 讲得真好啊 太棒了你的解说 这个当然我要开我的问题 有没有特殊的癖好 比如性感内衣 除了在家里以外的地方是情趣用品 其实我自己本身有一个批号 其实我蛮爱收集内裤的 是干净的内裤 就是会买一些好看的内裤 比如说可能一些有牌子的内裤 可以穿 像不是啊 G-string还好 就是可能现在不是很流行 男生穿起来过后会蛮大包的那种感觉吗 有吗 前面会 有一些男生内裤现在会有的 有一个垫啊 为什么呢 因为穿裤子的时候会收出来啊 不是 你给他讲 okokok 我一直很想听 因为我没有买过 就好像有些时候 当你可能今晚也准备要做爱做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你就穿这样子的内裤去呈现 对方可能的性欲会比较高涨 就是比较大包是不是 就会看起来比较大包啊 可是你一脱下来是小的怎么办 又小的哦 没有我跟你讲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我可以理解 对比太大啊 这种状况就跟他们女生是一样的 他们的胸膜对不对 脱下来 我比他还大 但是我觉得男生的话 还是有一丁的那一个程度 你在这样子穿的时候 他会呈现更大 当然那个内裤的设计 一般上真的就是让一些 真的是比较小的男生 他们可能在穿的时候更加有自信 真的真的 我有去研究过这样子的一些内裤 不过很少人会去看那边吧 我会看耶 ok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你讲 但是主持人 但是是要 但是我这个会看啊 你给我讲我 ok我可以给他讲 ok你讲你讲 你说 我不是每个男生都看的 我是看我有兴趣的男生 ok我问你们啊 因为你们都是模特儿嘛 嗯 你们都有拍过一些性感的照片 所以你穿内裤的 你穿性感的 那如果你们看到别的模特儿 就可能穿着内裤 还是穿着胸部 你们会特地放大 来看一下他吃大跟小的吗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看女生 我不会 放大吗 那你们会看男生的内裤 看一下他大包还是小包 你们会吗 我不会看 一时时哦 很正常一定会啊 一定会这样子 我不会看 但是我会看女生的 喂喂 刚刚你不是这样讲的 你会看女生 为什么 你看女生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啊当然 下面怎样看 女生下面没有东西看啊 我会去注意真的假的 哦 可能我比较不在意胸部的大小 他们很在意这种真假耶 我们其实这样看爽就哭了 我觉得是个人的 你们一定要哪去比较 因为我不在意胸部的比较 你怎么讲我啊 天哪 你讲的对 对 假的啦 因为男生一马上看的话就是 哇好大好大 啊我们就是讲 讲过就算 真假无所谓 他们就是要破坏 假的啦 自己没有 然后要贬低人 怎么叫自己没有 其实我不会去看人家 他胸部大小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是模特吧 模特其实胸小穿低才比较好看 比较好看 所以我通常我不会去看 但你会责怪你自己是模特而命吗 这样子 不会啊 我虽然是模特而命 可是其实我是有意思 是命 没有没有不是 真的真的 因为有次他幻影的时候 我看到我在看别人 等一下 这样当时 等一下等一下 我有问题 你在讲什么 你有没有反应 没有 我本来是有反应 看过我就没有反应 因为那时候我在看别人 我看完看到他 很棒 我心情工作 我在回家 他应该是要报仇啦 改我讲他不及 我跟你讲 如果要讲这个东西的话 我也是看过啊 OK 我们看 我觉得你很需要那个内裤咯 哈啰 你黑是什么 我们不要人生工作 我刚才 我刚才很认真的 很认真的在一天 有这样的 Eddie 我跟你讲 哪里 等一下我们交通电话 等一下我们交通电话 我们要变主持人好了 没有 不是 我跟你讲 他黑是永久的事情 我脚是 短时间的 我可以变大 变小 他黑就是黑 来来来 可以了证明他的大小 我来趁一趟 来趁一趟 我跟你要证明一下 证明他的是黑的 我们开来看一下 为什么 为了证明我自己是粉红色的 现在就验货 我知道你有庇好 他喜欢把内裤挂在那个窗口 为什么你那么了解他的 我真的很怀疑 你们是主持人的关系 我跟你说 但是我好像有听他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内裤就挂在我房间门口外面 他们是终于 我们只是同住一间家室友 就是隔两间房这样子 只是说我那边有一个阳台嘛 公用的 公用的阳台 因为内裤一定要晒到太阳不是吗 那你拿去楼下 你可以不要干对我老师 好了你们两个 等一下一个又暗啊 一个又不举啦 你们想怎样 诶那Eddie有没有想过 在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曾经试过在车 车应该不特别吧 车车很显啊 那个答案都一样 诶现在你有啊 有啊 还有一个我试过在公园 我不可以讲哪里的公园啊 就是某一阵子有一些公园 讲了我们三个网上车 因为某一阵子 某一个公园 还蛮流行很多人在那边 打炮的 蛤什么公园很好奇 可以告诉我吗 真的我不懂 在Cheras有一个 然后在Dabansar有一个 诶等一下Shake有吗 哇 可是现在好像都没有了 因为听说 因为这件事情 有传到去政府的那一边 哦 他们好像都有派警察寻我了 所以你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那个车一直在那边摇咯 车真还好 他们真的会下车 下车 因为那些公园里面 对 还有秋千 你这样子推 然后你这样子等他来 我觉得我真的 你可以示范一下吗 是吗 我很想看 然后我很想回去 在我来读学一下 真的 你有试过在沙滩吗 沙滩我没有耶 哇 沙滩其实是我最想尝试的地方 不是 我觉得沙滩 会净沙 不会 它会很容易黏到沙你的身体 你不会觉得很恶心吗 你可以 而且沙滩会黏黏啊 对对对 就是会 所以那时候我有带一个小地毯 哎呦厉害哦 小地毯 极小 差不多像我们地上的地毯这么小 这个叫小地毯吗 所以你们是全裸 还是就是只是把重要部位 半裸 半裸 就是重要部位拿出来的 就是下面 早上还是晚上 晚上你听着那个海风 哇 哇 因为我比较好奇 女生没有嘛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 在马尔代夫 我们就组那种海上屋 所以我们是开完所有的窗户 然后就在那边 我觉得蛮 蛮 蛮好的 人家又看不到我 我跟你讲你不用去到马尔代夫 你去Sepang就有了 我去了马尔代夫 应该不会 不会想 回来了就有了第一台咯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情趣是要有的 情趣是要有 而且我跟你讲 有那个激情哦 有时候是会帮助 怀孕 那个几率 真的真的 有研究是这样讲 所以呼吁大家 常去沙滩打炮 蓝眼战 蓝眼战 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喜欢变化多段还是单一 就是多皮的意思嘛 我看到这题 不是啊 我觉得他才有问题 我想到你可以聊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我可以老实说我试过 蛤 几批几批 没问题我可以讲 八批 我曾经真的试过哦 OK大家不要怪我 只是年轻想要尝试吧 我以前试过六批 就是六批的原因是 就是三对情侣 你不会觉得 然后有交换情侣吗 有没有交换 就不用讲到这样 所以就是有了 所以就是有了 所以是全部男 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还直下在骗我 我觉得人家在看着我做 我会觉得很乖 因为有些人的 有些人的那个 让他可以嗨起来的那个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被看的感觉 有没有看过有些人 真的是他会 我觉得我爸爸 不可以看这一集哦 没有他会 他会讲谁回报 你在聊什么话题 没有真的有这样的新闻 就是那个男的老公 会在外面 帮他老婆约 有有有有有 约一个男生来跟他 他们叫做一种行为 叫做什么 什么 面貌行为 就是他的老公 就专门请一些单身的男子 去跟他的老婆做爱 做爱 他在旁边看 他会得到一种 视觉上的快感 那种快感 然后为什么一定要是自己的老婆 就好像现在 现在的年代完 没有就是 上网啊 因为那老婆是你拥有的 说很大声哦 因为那老婆是你拥有的 然后某一种程度上 当你把它分享给别人的时候 你只是享受那一个 很贱的行为的过程 对他们其实是一种 心里的黑暗 我其实很想知道 然后过后有没有离婚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听起来像什么 没有我跟你讲 往往这种时候都是 双方都达成共识 嗯 搞不好可能他也是会 外面约单身女子 跟他老公他在旁边看的 嗯 你不知道的 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 这是一种名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喜欢face to face 你喜欢什么指示 face to face 就是你抬住他的脚 face to face 可是我有听说 女生是蛮喜欢就是狗仔式的 对对对 因为更深入 其实因为男生有些形状是往上 老高女生的构造 哎这个我又懂 我跟你讲 有些形状 因为女生的构造 如果你从背后想看 就是他的皮肩 他的那个点是 这样子进去呢 就这样子往上 在这边 所以男生 在家的空 他不是叔叔的 对他是研究 女人的构构 不我觉得讲到来就是两个要磨合啦 你只要两个人搭的来 其实也是 我听过一个一个姿势 我也是 我也是傻眼的 不能讲不能接受 就是一枝马 诶 一枝马 就是一枝马 那也是要那个女生可以一枝马 对 一个男的站着 然后那个女生这样子一枝马 哇 怎样哦 这样骨折的 又 可是他们不是男生 不能啦 他很想分享 男生为什么会这么开心 不然我想个 前提是女生要会一枝马啊 没有很容易啊 你找舞者或者是芭蕾舞老师 有特别爽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听到最 没有啊 他就是一种极限 然后晴晴又龙卷风了 你真的很会玩哦 他突破了一个盲点 他突破了心爱里面的极限 对 这样子如果你要极限快感 可以掉在风扇了吧 对啊我刚才讲啊 龙卷风啊 掉在风扇的时候抓振 Oh my god 以上故事 纯属虚构 设计是空 空计是设计 对对对 是为了节目的效果 对对啊 真的真的真的没有 不过我 我这次上这个节目呢 我也想说 就是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 信心啊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已经 都已经是大人了 对对对对 就已经走过来了 是然后如果是年纪比较轻的啊 没有尝试过的 想要去尝试的时候呢 你要省事 然后要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负责任 对就好像刚才我分享很多 可能什么多批啊什么的 那也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好奇心很强 其实有这样子的好奇心一定会的 所以变成可能当自己长大 就觉得有机会想要去尝试 但你尝试过了 我觉得不要太沉迷就好 因为这种东西它的确也不是一个 生活上正当需要的东西 我们还是对性伴侣的忠诚 然后对性伴侣一对一 还是我们终止吧 因为你说偶尔寻找一些刺激 或许是可以让彼此之间找到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协调 但是还是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好那谢谢我们两位嘉宾 我们小薇薇还有Eddie 谢谢 谢谢 OK 目前的你如果想要提出你的看法和想法 或者你想看不一样的内容 请在我们以下留言 留言 记得点赞 订阅 订阅 好 开启我们的小铃铛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Ash 我是Kate 我是小薇薇 我是Eddie 拜拜 确实要有爱了才会有幸 因为你爱对方你才会给他 然后如果真的是遇到吵架还是什么的时候 就倒过来咯 用心来到去找回你的爱咯 你有没有听说虫头打架虫尾我 就是这样来的了 因为我本身也是开同志酒吧 所以我面对很多的人 他们来我的酒吧 他们有些时候是10点就要回家 10点半就要回家 因为啪啪啪啪 知道他们吃了哪里 我就跟他们说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知道你是同志 但是必须要让家里人知道 所以我本身很清新是 我父母亲就很早就知道 你身边的朋友 只不知道你是同志不重要 父母亲才是最重要的 我将会帮个人 感谢观看